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2017年刚刚过去,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7年我都有什么特别爱用的东西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我想今天的介绍顺序呢,就是从每天清晨一起来的清洁固理工作开始 首先我想分享的是我的这一支Oabi的电动牙刷 这个电动牙刷呢,其实我已经用了五年了 除了它的刷头部分,大约三个月的时候就要换一次以外 这个机身我是每天都在使用的 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Olavia刷其实它有很多的款式,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买的这一款就是叫Professional Care 它属于一个,它不是最便宜的款 应该属于一个中端的款式 价钱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我觉得功能上来说已经可以满足我对电动牙刷所有的需要了 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电动牙刷是拒绝的 因为我觉得不就是一个刷一个牙吗 普通的牙刷照样也可以起到清洁牙齿的作用 但是当我用了电动牙刷以后 我发现它真的可以很细致的清洁牙齿的缝隙 还有平时用普通牙刷刷不到的最里边或者是一些勾勾赫赫的地方 那它没有电的时候就放在这样子的一个充电器上面 这个充电器是防水的,所以放在浴室里边都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就这样子插上就好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向 正确的去插进去 我每天我的这个插头是一直连在电源上的 所以刷完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放在上面 这样子它可以立住很稳 然后同时它又可以充电 所以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什么时候用它都有电 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特别好的是 它这个刷头有很多种类你可以选择 可以根据自己的牙齿的需要去选择不同类型的刷头 有的是深层清洁的,有的是美白牙齿的 有的是护理,就是你的牙齿如果非常敏感的话 就是它可以护理牙齿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刷头 当然你也可以每样都试一试看看自己适合哪一种 我这次是不是说的比以前快啊 那除了电动牙刷呢 我的牙医还给我建议使用漱口水 我买的这款漱口水就是在德国非常常见的 DM超市购买的他们自产品牌的一款漱口水 我买的这一款是清新口气的 每次使用20毫升就可以了 大约是这样一瓶盖的容量 直接倒进口腔不需要稀释 在口腔当中含30秒 然后把它吐掉就可以了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口腔清洁结束之后就该洗脸了 我特别喜欢使用的一款洁面膏 就是这一款 它既是普通的洁面乳 又是一个水洗面膜 如果你想把它当作面膜来使用的话 就可以在截面之后再敷在脸上三分钟 然后再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这一款它是适合普通复制的 所以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 像我是比较偏油的复制 所以我特别讨厌那种洗不干净的那种洗面奶 我就是很什么护肤用品都是追求清爽 这一款它就完全没有残留 洗完之后皮肤会觉得变嫩了 然后光泽感会更好 但是完全没有残留的感觉 就是觉得洗得很干净 所以这个就是我选择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有些洁面产品呢 它没有残留 但是过一会儿会觉得很紧绷 这一款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 就是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很嫩 而且它是150毫升的大容量 就是觉得非常实惠的一款洁面乳 那这款洁面乳呢 我也用了很多年了 是我一直不停的在回购的一款洁面乳 那洁面用到的仪器呢 我买的是这款菲利普的洁面护肤套装 它一共有三个头 放在这样的一个架子上 如果你不使用的时候 也可以就可以把它放在上边 这样子就不容易丢 这个刷头的刷毛特别的柔软 所以不用担心会伤到皮肤 而且它也有不同的材质的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 合适自己的刷头 可以给我分两档 现在是比较慢的这个档 然后再按一下 这个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我一般会使用 就只使用那个慢的那个档 我觉得就可以了 越快的我会担心 对皮肤的摩擦会比较大 然后清洁完面部之后呢 就可以换上这个按摩的 这个小滚珠 很简单就这样插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个机器好像会自动识别 你插的是哪一个刷头 然后它转动的模式好像也不太一样 它会这样子转动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脸上 它都会起到一个按摩皮肤 帮助护肤品吸收的一个作用 它同样也是有两个档 这是比较慢的 这个就是带震动 按摩的劲儿会比较大一些 沾一下就关闭了 第三个头呢 就是这个 它是专门按摩眼部肌肤的 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圆圆的头 把它按上 那这个头呢 它也是有两个档 第一个档 我按一下 它就是整个机身带动 这个头一起在快速的轻微的震动 然后我再按一下的时候 这个头它就开始自己就开始旋转 就是一边震动一边旋转 另外它这个机器呢 还有自动计时功能 到一定的时间之后 它就会停止 然后朝反方向转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刷头在转吗 它使用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跟平时我们用手部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先把眼霜点在你的眼睛周围 然后打开这个开关 先使用这个震动模式 这样子先按摩你的眼部肌肤 然后如果你还有想要进行提拉的动作的话 就再按一下 它就开始旋转的时候就可以提拉你的眼部的肌肤 因为它本身凉凉的 所以如果你有眼部水肿的问题的话 应该也会有缓解的作用 就是感觉还挺舒服的 特别是在眼睛感觉比较疲劳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边有很多的截面仪 但是我选择这一款菲利普的截面护肤仪 是因为它的颜值实在太高了 我根本就无法拒绝 白色的机身配上这样子玫瑰金的这种装饰 我觉得我简直无法拒绝 还有它的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每次用完之后就把它插在这样子的一个架子上 然后就可以固定起来 就不会摆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 而且它这个架子也很美 有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玫瑰金的一个 好像小镜子一样 我就觉得太美了 然后它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套子 就是旅行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截面仪 放在这个套子里边 这样就会磨损 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 它这个套子也很好看 是那种淡淡的蓝色 而且是一种丝绸感的 很美有没有 就是女生碰到这种糖果色 就是这种小清新的颜色就没有办法拒绝 护肤方面其实我也用了很多的护肤霜 但是我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一款 安娜柏林的一个非常基础款的乳液 其实这一款呢 它是适合干性中 适合普通肌肤到干性肌肤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不是买错了 可能会 它可能会比较油一点 但是我用起来就觉得 完全没有油腻感 只有水水的感觉 就是会保湿效果很好 而且涂完之后呢 它不会随着时间让你觉得水分蒸发掉了 反而是过一会儿之后 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很嫩 好像水进入到你的皮肤里边一样 所以我觉得它 这个是它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的价钱比较便宜 在安娜柏林这个品牌的护肤品里边 它算是比较低价的 但是效果却让我觉得很惊艳 因为我一直都是长发 以前不懂的时候 头发的状况就很不好 经常会出现分叉的情况 后来我发现原来是我没有正确的 去护理我的头发 才会出现分叉的情况 而且我的头发的发量特别的多 所以在吹头发的时候就很困难 别人可能只需要吹五分钟就可以吹干了 我每次至少要吹十五分钟 所以如果一直用高温去吹头发的话 头发是很容易受损的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是因为我吹头发的方式不对 就导致我的头发很容易分叉 后来我就买了这款 博朗的七系 这款吹风机呢 它有很多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手柄上有很多的按钮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这有两个 手柄背部的这两个开关呢 这边右边的这个是控制温度的 一共有三个档 左边这个就是控制风速的 也是有三个档 因为我的发长比较大 我通常选择最高档 但是这个时候温度也会非常的高 有些人想用冷风来吹的话 你不需要把这个开关这样子再给它搬下来 而是就是在它是热风的时候只需要按前面的这个黑色的按钮 就可以让它变成冷风 然后这个也非常的适合吹卷发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吹卷发的时候 用热风把它吹卷 然后再用冷风吹一吹这样子 它的这个卷度就可以固定下来 所以这款吹风机特别适合染发和卷发的女生 大家可以从这个包装盒上面看到 它里边其实一共配了三个头 可以看到吗 一共有三种头 这就适合不同的头发 比如说这个就可以吹直的 然后像这个大的圆盘 大家都知道可以吹那种大的波浪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吹风机 它的功能性是很全的 很值得推荐 我也一直非常喜欢使用它 因为我很喜欢看女人我最大 然后小曼老师经常在吹头发之前 就会给大家使用一个护发油 我买的是这款 施华扣的GOT2B的护发油 它既有护发的功能 又有一个轻微造型的功能 这上面有血 而且它会让头发变得很亮很柔顺 所以每次头发半干的时候 在吹头发之前我都会在发烧的地方涂一些这个油 它也是这样子按压的 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这一款油呢涂上之后完全不会有油腻感 就是会觉得头发把这个油完全吸收了 这款护发油我已经用了好几瓶了 这一瓶又快要用完了 当我使用了这个护发油再加上我的吹风机以后 我的头发就再也没有分叉过 而且每次吹完头发都会变得又亮又柔顺 2017年我大爱的一款粉底液 就是这一款YSL的羽毛粉底液 我使用的是RB20这个色号 我觉得这个色号还是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的 因为我的皮肤不是特别白的那种就是比较偏黄的肤色 但是我觉得使用这一款粉底液是已经足够白了 它的平身是一个玻璃的磨砂的 所以在保存方面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摔到磕着了 因为这一款羽毛粉底液它是主打控油 24小时不脱妆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皮肤比较偏油 所以它上脸以后是比较雾面的一个感觉 因为它需要质地稍微干一点 但是实际上当你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比较滋润的 并没有让你觉得皮肤很干 拔走你皮肤里的水分的感觉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其实它的质地是非常的轻薄很水润的 它有没有要感觉要滴下来的感觉 然后把它涂在手上 把它涂开之后它其实很像乳液 非常轻薄 而且很水润 但虽然它很轻薄呢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遮瑕度的 但是它的遮瑕度我只能给它打三分 如果你是想要遮那种特别重的痘印啊 或者是你的质这些的比较重的话 它是遮不了的 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日常的 比如说要均匀肤色 或者是你脸上有一些细小的血丝啊什么的 它遮瑕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官方虽然说是24小时不脱妆 但是作为我这样子的油性肌肤来说的话 我在使用4个小时之后 它其实就会出现这种泛油的情况 但是这款粉底液很神奇的一点是 它虽然4个小时以后就开始泛油 可是8个小时以后 也就是再过4个小时 它妆容依然保持很完美的状况 虽然泛油但是不会脱妆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它的一点 而且它很轻薄 上了脸之后非常自然 就不会有那种厚重感 我知道很多人在上粉底液的时候 都会用手上妆 但是我觉得手会有点慢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刷子来上妆 但是刷子上妆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快上完妆之后 脸上却会留下刷子的那个刷痕 所以大家可能还会用这种海绵蛋来按压一下 但是我用了几次之后 大家也能发现我已经把它放在它的包装盒里边 封存起来了 就是完全闲置没有在用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用的东西 就是这个 它的包装已经不见了 因为我经常在用 这个是一个硅胶成分的 其实在一般的超市应该都可以买得到 它就是模仿我们手指的这种触感 所以你用它的时候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 它会比手指上妆快一点 然后它又可以完全磨你手指的那个触感 就这样轻轻的按压 就会让你的底妆很均匀很服贴 除了上妆好上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 它很省粉底 因为这种硅胶材质不会把粉底液吸进去 然后可以把它全部用在你的脸上 这样就很节省 而且它清洁起来非常容易 只需要用清水或者是用清洁液洗掉就好了 而美妆蛋就很难洗 经常吸到里边的那些粉底液就很难洗出来 反而是不太卫生 我觉得这种硅胶材质的也很卫生 我想我在视频中已经不止一次的说过 我的眼睛很容易出油 所以眼妆非常容易晕 我也是看一个博主的视频 然后被它种草就买了这个NYX的眼部打底膏 我用了以后确实觉得它非常的好用 而且虽然是很小的一管 但是它用量非常的省 就是你不需要使劲的占它 就只需要把它拿出来 然后它刷头上面的 然后它刷头上面的这一点点 其实就可以上到你的整个眼睛上面 它就只是一个基础款的 只有这种防晕染的功效 如果比如说你有眼圈的问题 或者是眼周暗沉的问题 可以选择那种带校正肤色的眼部打底膏 还有一个眼部产品是我最爱的 应该没有之一 它是一个开价品牌就是美宝莲的眼线膏 小小的一瓶但是非常精用 已经用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用完 而且它不会干掉 就是已经用了很久 还在继续使用当中 没有任何问题 它配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刷子 有两头一边是这种毛刷 另外一边是海绵棒 它这个刷毛特别好用 就是我觉得哪怕你是新手 使用它也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它的刷毛是有一定硬度的 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笔 所以即便你是手残档 也不用担心 就是可以画出很完美的眼线 给大家看一下 我其实已经用了蛮久的了 但是还有很多 而且它这个高提特别的硬 所以用起来还是很省的 只需要占取一点点 因为它的那个上色度很好 只需要占取一点点 而且它的持久力也是很强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防晕染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选择这一款 好了那以上这些产品就是我2017年 最喜欢的一些单品 它们基本上都是我每天都在使用 或者是已经回购过很多次的产品 是我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要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视频哦 那国内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 还有微信公众号 在微博上我们也会 PO一些我们的日常 快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